大家好 我是老冯 今天吃点素的 鱼鳍给搅掉的 都是好煎 素菜你也能让我吃的有滋有味 那你得看你省的鱼了 好嘞 然后咱们把这个黑膜给刮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心骨给去掉就行了 就这玩意儿 手切斤以扣就掉 但是在家别扎手了 现在咱们开始改刀 贴着鸡骨 看到吗 清晰的 看去 对 这边上面硬 刀一推就行了 这是起什么作用吗 煎的时候好煎 稍微断一下 这鱼头这边来一刀 这好像烤鱼的意思 差不多吧 刀法 肉厚的地方来两刀就行 这样在家里边操作还挺简单的 特别简单 看 切点葱姜 把鱼麻牙味腌一下 然后来点盐 盐不要太多 然后来点胡椒粉 有一小勺就够 来点料酒 咱们现在开始把它 现在咱们的鱼已经腌十分钟了 拿出来给它排粉 咱们排的是面 面这个出来以后特别香 把它裹匀了就行 何咱是面之大少 主食喜欢吃面 多菜也喜欢吃面 对 把多余的面抖一下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咱们现在开始煎鱼 热锅量的油先把锅涮一下 要不倒是粘锅 讲究 少放点油刚开始 好嘞 看着 锅小了 锅小了 把它煎了 两面金黄 煎成这样咱们可以先倒出来 控油 然后咱开始炒料 先把花椒猪味炸入 然后下豆瓣酱 把豆瓣酱煸香了 然后下姜 将切成丁接着煸 把姜味煸出来 干辣椒 葱姜蒜子大料 一块煸 还有点料酒 加点高汤 这是土豆汤 加三勺到四勺 把鱼下进去 来点白糖 揉合一下麻味和辣味 小火焖个50分钟就可以了 快出锅了 咱们少来点味精 提一会儿 来点鸡肯 提点鲜 把小生蒜 出锅 漂亮 来吧老李 素菜 我要尝一尝 好吃尝尝 绝对香 这个面香劲还确实出来了 是吧 鱼肉吃的挺筋道的 这个筋道又嫩是吧 酷菜 咱要榨吃 我觉得比吃烤鱼 要有味道 对 紧实入味 河南的煎扒鱼 是真是名不虚团 味道又麻又辣 吃的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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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